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chester区块链频道 现在是2024年的3月19号 我们先看一下在过去的20小时之内 加密货币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变化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 包括整个大盘其实都是在一个蝴蝶的一个状态 然后跌幅最惨的就是民营币板块 其次就是这个包括这个三寨币 这些整体上行情昨天都不好 首先像是币bunk 包括bumefloky 这些动物币 包括pipiwf帽子狗 马斯克昨天带货转一波之后 现在也是一个跌幅很大的一个状态 但是唯有昨天晚 昨天下午只有一个民币 可以说是吸引了整个市场 关注还有眼球 那这个民币非常的这个奇葩 而且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造福效应 这个最奇葩的这个民币开盘 就是昨天下午开盘 募集超过5万枚SOL 然后也是这个民币项目叫SLUF 树蓝 创始人呢 他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错误的把这个LP的这个 token的这个销毁 无法空投代币 那注币权已经完全撤销 那也就意味着 那这个代币 已经完全变成了这个去中心化 就是说完全就是 没有项目方 完全去中心化 所以说币圈一下子就炸了 就是说这个就不就是相当于009年 2009年的这个比特币吗 就已经炸过了 然后的话简单的说 这5个这个5万个这个SOL 就类似于永久没有办法取出来 打到这个黑洞地址了 然后这个项目方这个创始人呢 他昨天就是发推特 17个小时之前了 他说他已经销毁了这个LP 还有这个代币 全部都没有办法空投了 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他说非常抱歉 而且昨天他开Space 我也听了一段时间 基本上就是说一句话 酷一句 说一句话 酷一句 前集团队和私募的这个人 应该拿到这个代币 也永久销毁 大家听了这个消息之后 已经疯了 全是大资金在疯狂买进 这个没有了庄稼的这个民营代币 其实我们当时我是 现在的这个交易 其实比昨天要稍微这个热度要 我感觉要稍微下一点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的这个持仓 以及购买记录 你像Chester现在是 我持仓的是2000个对吧 2000个这个Surf 那昨天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昨天我是在 就给大家看这个 这笔交易吧 我是在3月18号 这个下午4点17分 购买了这个 这个2100个吧 2100个这个Surf 然后当时的那个价格 我记得成本是0.4 0.4左右 0.4左右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关注这个Surf 我应该是在0.1 0.2的时候 我就想上车 但是当时 你就是橡胶枪 本来的杠 你都买不进去 可以说当时 我们这个社区的 这个覆没程度 而且我也第一时间 发到了这个 把这个消息 就是 这个BG 即将上线 这个Surf 我第一时间发到 我们这个会员群 就是我们的这个VIP 区块chess的粉丝交流群 也就是这个VIP咨询群 同时 我也及时做了一个 YouTube的这个直播 以及YouTube的这个 就是会员专享视频 我及时做了这个直播和视频 那这个 我的成本在0.4左右 然后呢 其实 昨天 晚上 包括今天 其实早晨起来 其实他也跌破了我的成本线 我的成本 总共也就是几百优 900优左右吧 那现在的话 也就是说 有了一个将近翻倍的一个涨幅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出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路看到他涨到这儿 也没有出 然后一路又跌下来 现在又涨到这儿 我觉得突破前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这个Surf这个数量 首先大家关注程度比较高 而且上线了这个 你像Gate BG 而且据说也会上线OK和BN 所以说 在当下这个明币走势 包括整个大盘普跌的这个行情 之下呢 那只有这个Surf 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看好 这个他的这个后市走势 但是呢 我其实给大家强调过 就是我这边 我做的这个视频呢 首先我再次再强调一下 就是本期视频 包括Chester的这个直播 包括Chester群内的所有的信息 都只是Chester个人意见 与心的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意见和建议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非常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 全部的投资本金 那就像 大家都知道这个明币 你要有一个大心脏 你要承担得起这个他的这个波动 你要当时这个 我的这个几百优这个仓位 如果1.2的话 已经将近3000优 那跌到这个0.37的时候 我的仓位也就是700优左右 600优500优 所以说 在这个账户起起伏伏 我依然也是不为所动 因为我为什么说我的这个视频 不会太多的去讲这个明币 去分析明币 因为明币没有办法去分析 明币全部都是情绪的这个炒作 没有办法去分析 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参与 因为我错过了佩佩 错过了帽子狗 佩佩和帽子狗 我都没有持商 然后这个 这个slaft 我认为他比这个帽子狗 比佩佩还要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完全去中心化 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频道的这个精神 就是区块 区块链的这个精神 就是去中心化 所以说我 对这个就是没有项目方的这个项目 我是比较看好 比较看好他后市的走势 那至于这个后面的话 他这个走势会如何 比如说会不会突破前高 前高的话1.3 对吧 1.3的话到现在的话 突破前高了 还有两倍的一个涨幅 所以说 大家自己DIO 不作为投资意见和建议 Chester对你的投资不符 任何的责任 仅仅是个人的新的意见 与新的分享 所以说这个代币 可以说是吸引了大家的 这个眼球和关注 而且据小刀消息说 这个交易所OKX 还投进去了3000个Solana 就是说应该是这个pre-sale的 准备在昨天下午开盘之后 上线这个民币 而且我们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这个OKX上线 这个Slove的这个公告 那这个这些 这些3000个的Solana 本来就是提前买筹码 准备做事的 那现在好了 这个连OKX 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说 我昨天下午听 这个创始人 这个老外 在推特上解释 这个Space这个直播 他解释 他自己怎么不小心 把LP销毁的 已经有一万多人在听 而且他直接在哭 所以说 也是 也是很同情他 但是呢 由于他的这个真诚 可能感动了大家 其实也感动了我 所以说我也是拿了一点小仓位 然后去玩了一下 所以说大家就是自己 DYOR DYOR 反正就是说 我这边的话 我基本上我自己参与的项目 我都是用真金白银去测试 去测试 首先他的这个流动性 他的这个流动时 现在就是一个亿的这个流动性 而且还锁仓了 然后现在的这个市值4亿 你像这个头部的这些 民币 你像Bunk的话 他的这个市值3亿 Flocky 5亿 我们看一下这个帽子狗 9亿 所以说 如果说他能比肩帽子狗的话 我觉得 市值的话来到10亿 10亿的话 那现在再翻个倍 再翻个倍 因为现在已经4亿了市值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不作为投资意见 屡次强调 不作为投资意见 好吧 这个就是昨天的这一个 可以说我感觉 可能会载入区块链历史的 这一个闹剧吧 因为这个销毁的代币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销毁了以当前这个市值 可以理解为 就是销毁了4亿美金 销毁了4亿美金 直接销毁4亿美金 因为那些代币 如果没有销毁的话 它的这个代币 总共的这个代币发行量 是10个亿 10个亿 不到10个亿 现在只有这个 我们看一下 其实不到5个亿 对吧 我们看一下Sluf的 这个总共是不到5个亿 所以说它销毁了一半 销毁了一半 所以说这个代币 现在就是 我认为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总之大家自己DYOR 自己DYOR 如果说像有的新手小白 如果这个时候 比如说假如说他0.9进去 然后跌到0.3 他又马上再到 骂骂咧咧 对吧 骂骂咧咧 然后割肉走了 结果错过了后面的这个 BOT 对吧 所以说大家 我当时我是在这个0.1 0.2 我就想进不去 当时很多人进去 他们是用香蕉 比如说用其他的那些 什么就是BOT 抢了 真的好东西都是抢来的 那我就没抢到 所以说 总之 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欢迎大家加入Chester 这个VIP交流群 大家也知道 你像我的这个视频 肯定是滞后的 对吧 我昨天晚上 即时开这个 发视频 是发到这个YouTube的 这个会员频道里面 包括这个直播的话 也只是会 那个会员频道 可以即时看到了 所以说 如果说 我们大家想要获得 一个即时的这个信息的话 欢迎你加入我的这个 YouTube会员频道 以及加入我的这个付费会员群 然后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个错过 这个可以让你赚到很多钱的 这个财务密码了 好的 差不多今天这个视频 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刚才这个30分钟之前 这部报道 他这个创始人说 他说他 他认为这个Jerry Canceler 就是这个 SEC的这个主席 可能参与了这个 这个预售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静静的观察这个树栏 这个明币 看看能不能像这个图片展示的一样 超越配配逗举 以及实币 然后成为明币之王 也是 我也是希望他能有一波暴涨 然后 感谢大家的关注 然后咱们 本期视频不作为任何投资意见和建议 大家自己斟酌 不要忘记点关注 咱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